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plus》 这次我想介绍由内藤育二医生所著的 《增加烙酸菌就能获得健康长寿》这本书 为大家讲解其中关于如何减少炎症与过敏 并预防癌症的部分 近年来,困扰于体内炎症的人越来越多 而像花粉症这样,各种各样的过敏症也呈上升趋势 炎症是我们身体对外部威胁的自然反应 但慢性炎症会导致多种健康问题 《增加烙酸菌》通过促进肠道健康来抑制慢性炎症的发生 此外,癌症依然是日本人死亡的第一大原因 在本视频中,我将解明恶药的了解 如何通过增加某种神奇的细菌来有效应对这些困扰 减少炎症、过敏,并预防癌症 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两个部分 第一,减少炎症和过敏 预防癌症,增加烙酸菌 第二,烙酸菌的优势与健康功效 首先是第一部分,我们来谈谈减少炎症与过敏 并预防癌症的关键,增加某种细菌 众所周知,改善肠道环境,呵护肠道菌群 是保持年轻与健康长寿的重要因素 这一点已经逐渐成为常识 而为了维持良好的肠道环境 增加对身体有益的医生菌也是非常关键的 这类细菌能够帮助消化吸收 增强免疫力 对健康维持与延缓衰老发挥着重要作用 代表性的医生菌包括双脊杆菌 乳酸菌和烙酸菌 那么在这些医生菌中 究竟哪一种的效果最好呢? 我们可以参考一些相关数据 根据日经医学在线的一项调查 对3618名医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 医生最常开具的肠道条理药物 是含烙酸菌的整肠剂 其次是含双脊杆菌的整肠剂 这说明在日本医疗领域中 最常被处方的整肠剂 主要是这两类烙酸菌和双脊杆菌 双脊杆菌通过产生乳酸和醋酸 来抑制有害菌的增值 而烙酸菌则是一类能够产生烙酸的细菌 烙酸不仅能抑制有害菌的生长 还为大肠提供主要的能量来源 此外烙酸消耗氧气 从而优化大肠内的环境 使双脊杆菌等医生菌更易存活 接下来是第二部分 烙酸菌的优势与健康功效 内腾医生特别重视烙酸菌的作用 认为积极摄取烙酸菌 能够带来多种健康益处 最终帮助我们健康长寿 那么烙酸菌具体能给我们 带来哪些好处呢 接下来 我们将详细探讨 首先要介绍的是烙酸菌的抗炎作用 炎症是身体为排除侵入的义务 而启动的防御机制 当义务被排除后 炎症通常会消退 这被称为急性炎症 急性炎症是我们生存所必须的 但同时也存在一种叫做慢性炎症的可怕炎症 一般来说 人们所说应减少的炎症多指慢性炎症 因为慢性炎症会引发各种疾病 因此我们必须积极抑制它 在这方面 烙酸菌能发挥重要作用 在日本人的肠道菌群中 存在许多具有抑制炎症效果的优秀细菌 其中的代表就是烙酸菌 烙酸菌能够诱导调节性T细胞 帮助抑制炎症 调节性T细胞是一种负责控制炎症反应的细胞 能防止免疫反应过度 起到刹车作用 因此对维持人体免疫系统至关重要 烙酸菌通过诱导调节性T细胞 为免疫反应减速 从而减少炎症 此外 烙酸不仅能作用于T细胞 还会影响其他与炎症相关的免疫细胞 如巨石细胞和B细胞 帮助减轻肠道和关节的炎症 减少体内炎症 对于保持健康长寿 保持年轻状态 以及降低疾病发生风险都十分重要 影响基因表达 一些研究表明 烙酸可以通过影响基因表达 来抑制癌细胞的增值 比如 烙酸能够激活与细胞凋亡 和抑制肿瘤生长相关的基因 从而进一步降低癌症的发生率 因此 我们应努力增加肠道中的烙酸菌 以减少体内的炎症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 烙酸菌的其他好处 烙酸菌的优势 1.缓解过敏 烙酸菌的一个显著优点是 有助于减轻过敏症状 据报道 日本有二分之一的人 患有不同类型的过敏症状 如花粉症 过敏性鼻炎或过敏性皮炎 过敏已经成为一种过敏病 研究表明 烙酸菌可能有助于预防和减轻 这些过敏症状 由于相关机制较复杂 这里不详细展开 但只要知道 烙酸菌有潜力减轻过敏 就足够了 如果你正在遭受 某种过敏症的困扰 不妨尝试增加体内的烙酸菌 说不定能够缓解你的不是 另外研究还表明 肠道环境与过敏之间存在密切关联 哮喘 花粉症 以及特应性皮炎等过敏症的发生 与肠道菌群的状态密切相关 例如 肠道菌群产生的短链脂肪酸 被发现可以减轻过敏反应 因此 改善肠道环境 可能会大大减轻过敏症状 二 预防癌症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烙酸菌的优势是预防癌症 在日本 患者人数最多的癌症是大肠癌 而大肠癌的死亡人数甚至超过了美国 在日本 女性癌症死亡的首位和男性癌症死亡的第三位都是大肠癌 因此采取措施预防大肠癌 对于健康生活至关重要 大量针对大肠癌细胞的基础研究表明 烙酸参与了基因表达的调节 可以影响特定癌症基因的活性 简单来说 烙酸可能通过激活抑制癌症的基因来发挥预防作用 这一研究结果 为烙酸在癌症预防中的潜力提供了有力的科学支持 增加肠道烙酸菌不仅有助于减轻炎症 还可能缓解过敏 并预防癌症 如果你希望改善肠道健康 这将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方向 此外 据悉 烙酸菌在生成烙酸时需要利用膳食纤维 游行病学研究已经揭示了膳食纤维摄入与大肠癌之间的关系 大型的原分析表明 随着膳食纤维摄入量的增加 大肠癌的风险会降低 对大肠癌患者的研究也发现 膳食纤维的摄入有助于提高患者的生存率 因此充分摄入膳食纤维被认为十分重要 目前全球膳食纤维的每日推荐摄入量标准为24克 但日本人的平均摄入量已降至每日14至15克 特别是年轻群体的膳食纤维摄入量较低 这可能与他们倾向于食用快餐、垃圾食品和素食食品有关 而这些食品通常还有极少的膳食纤维 为了有效预防大肠癌 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或许至关重要 培养肠道中的酪酸菌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 是维护健康和延年益寿的关键策略 无论是减少炎症、改善过敏 还是预防重大疾病 脑酸菌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因此希望大家在日常饮食中多加留意 有意识地摄取更多膳食纤维 为自己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 让我们共同关注饮食 拥抱健康的生活方式 为更美好的未来而努力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 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 在下次的节目中 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意的内容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